今年四季婚需要今天的高雄春天 就是這個豆子劇團挑戰小劇場的形式 演出的看不見的旅程 並視著高雄地區觀眾的好朋友 同樣的郭伯 在你過二十日 要將在自己地區演出 這段三團記者會在你何時後 在臉上表演的是中心頂到 豆子劇團的演員很喜歡 看不見的旅程故事屁股 德恩葉俊森表現 看不見的旅程的創作靈感 是來自教導 比關屬的高雄心氣球所得到的開 後來社邊就結合到 金田東威水美人的背景 和歌劇摩底當中補鳥人的故事 並加在他們樂球的表演方式 跟他們做一個禮拜的營隊 不只是做戲劇活動 我帶他們做一個即興創作的部分 我後來發現跟他們創作的時候 其實他們每個人 他們共同出來的主題就是 他們還是希望不管在 走到哪裡去 他們還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 自己的避風港 回到自己的家 那這個 於是我們創造 創作了一個看不見的旅程 這個故事的雛形 然後我們在最後一天 分享會的時候 然後這齣戲演完 這一些本來看起來外表很剛硬的 孩子竟然全部都哭了 然後帶他們老師也哭了 家長哭了 連我們指導的導演老師們都哭了 所以相當動人 那我們就一直把這間 這個我們跟孩子創作出來的故事 放在心裡 因為很動人 那我們鬥子劇團的編劇呢 於是覺得好想把這個故事拿出來演 於是我們再加上一些 童話故事的元素 再加上許多劇場的 更豐富的元素進來 加上互動呢 就變成我們這個看不見的旅程 已經有十七年歷史的 導致劇團 是南部地区 很看待的立東局團 在今年四月分集 高雄市政府 有請在春天一家宿舍 以小劇場的方式的演出 看不見的旅行 你當時受到公大的迴向 現在這齣戲 在你過20號的 補兩點半和晚上七點半 算回到家裡官兵的使用心 各票可以掙索 連帶售票系統 謝謝孔雅 讓我們用鄉彩虹報道